看你三部客最后一夜就是医疗看你出路 在头还没出来时 县州民众是可以出手机来度时间 等你最后6点54分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头对分当中慢慢现身 但你指导你不想验到县州三千块区民众 做会跳桌坚固来动罗 有条件在2098年第一的日出 有很多来自专家的民众 是专门来到制定医疗管理北台来加丹台 希望可以在新的一年五号的开始 在丹台当中有时算扑克牌来打发时间 不过是在进步大家是拿手机来算 尤其看压屁 甚至有四人连刷算去菜米游戏 大家消磨时间的勃索是越来越多 我画其他三个人猜 然后有时间限制 猜中的人就有分数 累计到120分就是最大赢家 在丹席渐渐降起来时 但你指导你梦见到各局处收到 以及对方便宜代表是来到建造 准备要来紧接地去桌里出 时间来到6点54分 分分是可以看到 你出对分账当中来出现 不过不及太多 日出是一直还没来转捕出现 在今集日出外档的同时时间 台队一桌李梦见到现场面中 跳起现在上海的土建物 并且表示 他来看日出已经连刷在6点 以普莫山水日出最出名 也是全台湾海拔相机 就可以看到资连美景 我们整个佐证二寮 它可以说是全台湾最低海拔 大概200公尺的这个高度以下 就可以看到云海 而且它的云海因为特殊的地形 就有如泼墨化一般 而且会随着气候的关系 随着日出的关系 它有七彩各种颜色的变化 可以说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希望透过 每年这样举办的一个 迎日出的这样的活动 那么可以让这个地方的特色 更被全国的民众所周知 最后在西拉亚国家宏观处的通计 今年来到医疗看日出的面中 台队有三千多人来到现场 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当情 自看到日出的出现 当下是亲亲受的感动 也说医疗日出是 代表人类最好的礼物 今天小剑鬼这顶酷彩虹不得